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的是第17单元去弹剂 我们来看一下弹剂有很多致病因素 像湿鞋、热鞋、寒鞋、造鞋、风鞋都可以制弹 因此我们把去弹剂一共分为五大类 有造湿化弹的、有清热化弹的、有润造化弹的、有温化寒弹的 最后还有一个制风化弹的 那么好,我们来看一下去弹剂的它的适用范围及它的配舞规律 那么我们说这些弹剂,它是弹镯留置于我们的脏腑、经络和肢体所导致的疾病 不光是我们说的能够引起咳喘 它还可以引起什么呢?像头痛啊、悬晕啊、胸壁啊 胸壁就像我们的瓜龙就可以治疗 因为瓜龙可以清肺化弹、还有力气宽胸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胸壁、中风啊、弹绝啊、癫狂、癫狂、经济 弹活、裸粒都可以导致是由弹血导致的这种多种疾病 所以中心有一种说法叫什么?百病皆由弹作祟 那么在这个去弹剂的同时 我们还常常配复一些其他的类型的药物 比方说温理去寒的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寒血也可以寒血可以导致这种弹病嘛 所以我们加上这种温理散寒的帮助去除这种寒痰 那么清热降火热血也可以导致痰也可以形成痰血啊 那么我们加上清热泄火的药物帮助化这种热痰 那么健脾造湿、湿血可以导致痰病 所以我们要用健脾造湿的方法 健脾可以杜绝这种痰的这种生化之源 造湿、造湿化痰 滋阴、润肺这种造血 那么风血也可以导致我们的这个痰病发作 所以我们用疏散风血的方式 包括瓶干吸风的方式来这种散风去痰 那么以及通经络 那么痰血肯定就是 这个组织于我们的这个肢体经络的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疏通经络来帮助他化他的痰病 那么软肩散结 并配武理肺、孕脾、温肾 干嘛呀 统统来治他的生痰之源 肺、脾、肾、肾三脏 同时要注重配武调理气肌之药 使气顺则痰消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去痰剂里面 都加上一些理气的药物 像陈皮 好我们接下来往下讲 去痰剂它的应用注意事项是什么 我们辨别的痰症 首先痰症它可以有寒血 热血、躁血和湿血的属性 那么阴虚躁壳 表现出来什么 痰中带血 那这种有躁壳的 有阴虚的患者 我们就不要用它 新温躁裂制品 因为新温躁裂制品 它会更加重这种躁血 防止它加重出血 如果表邪未解 或者痰多者 我们应该干嘛呀 不可以说用大量的滋阴药 因为表邪未解 痰太多的时候 它会导致我们的痰会更多 因为滋阴药物啊 滋阴它可以帮助 痰血它是一个 算是一个阴性的疾病 那么这个跟水液代谢异常有关系 如果你再加上这种滋阴之品 增加它的水液 只能会加重它的病情 防止庸质流血 所以要注意 我们当痰多的患者的时候 不要用滋阴之品 好 我们接着往下来看 好 接下来给大家讲的是 造诗话坛的第一个方子 叫做二臣汤 二臣汤出自于太平惠明和地菊芳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组成 有半夏 有菊虹 芙苓和甘草 那么这个二臣是指的是谁呀 半夏和菊虹 那么在这个方子中 半夏是为菌药 菊虹是为辰药 芙苓左药 甘草是屎药 刚好四个药 君臣左使就都有了 那么它是治什么的呢 它是治疗失痰症的 为什么 因为半夏有很好的造诗话坛的功效 我们在单位药中说 半夏是干嘛的 造诗话坛 降溺脂欧 消比散结 那么我们的菊虹 其实也有造诗话坛的作用 同时菊虹还可以礼器 合中 所以你看他俩的功效 加起来就是我们这个方子的功效 这俩的 这两个单位药的功效 就形成了我们这个方子的功效 这方名不就叫做二臣汤吗 二臣就是指到 陈半夏和我们的菊虹 所以他俩的这个功效 在单位药中的一个功效 主要功效就成了我们这个方子的一个功效 那么既然说他是一个造诗话坛为主的 那么他就是用于诗坛症 我们看诗坛症 他的一个症形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呀 咳嗽坛多 色白易卡 恶心呕吐 好 我们来看他的一个组方原理 那么他的组方原理 匹诗见运 诗句成坛 那么既然匹诗见运 诗句成坛了 我们就应该有诗 我们就应该要造诗 造诗话坛 礼器和忠 忠就是忠交脾位 那么 半夏作为军要 造诗话坛的 将你指欧 也就是我们的合位指欧 这是他的一个功效 那么 因为他表现出来一个恶性欧吐嘛 我们用半夏的一个往下走的方式 那么给他合位指欧 那么菊虹在这里干嘛呢 菊虹他可以帮着半夏 造诗话坛 造诗话坛 同时菊虹有一个很好的功效 特别好 而且很多我们的方子中 都用这个菊虹的一个什么功效 礼器行制 那么你还记得在总论中 我们刚刚说过了 我们的这个话坛记中 往往会加一些礼器药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礼器的同时 气顺则弹消 气顺了 弹就消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菊虹为尘药 它一方面帮助我们的半夏 造诗荷味 因为菊虹它可以什么呀 它除了礼器荷中 它还有什么呀 它是有礼器荷中的作用 这个荷中 不就是帮助我们半夏的这个荷味吗 中交匹味吗 所以菊虹它的功效 一方面是帮助半夏造诗荷味 另一方面 就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功效 叫做礼器行制 使得气顺则弹消 那么这里面 菊虹的作用 大家要知道 气顺则弹消 好 我们来看它的左药是弗菱 弗菱是健脾肾施的 对吧 在我们在 我们在那个 绿水肾施那张 弗菱健脾肾施的 那么因为它可以健脾 因为脾味用化失常 导致这个失聚 失聚成痰 那么在健脾的同时 又给它肾施 使得它怎么样 来杜绝它的生痰之源 脾为生痰之源 肺为储痰之气 对吧 那么所以我们杜绝了 脾的这个生痰之源 好 我们看它的使药 脂肝草 脂肝草有补脾的作用 合中 同时调和药性 那么在煎煮的过程中呢 我们会加上两个药 一个是生姜和乌梅 生姜是干嘛的 生姜有降溢脂氧的作用 同时生姜可以杀半夏之毒 这就为什么要加生姜 因为我们这里面均药是半夏呀 对吧 我们加上生姜之后 可以缓解半夏的毒性 半夏是有毒的 而且生姜被称为欧加胜药 所以它取它一个降溢脂氧 我们失痰会出现恶性欧吐的 这种症状 降溢脂氧 同时帮你化痰 那么加上乌梅又是什么意思 这个乌梅经常会烤到 乌梅是一个酸性药物 它可以收敛废气 它的这个收敛氛气 可以合上半夏橘红 因为半夏橘红 它是一个散的药物 它有一个清散的药 清散的药性 而我们橘红的这种收敛 酸收 使它散中有收 起到一个散中有收的作用 半夏橘红的这种散的功效 我们用乌梅来收它 散中有收 防止它散的太过了 好 这就是乌梅的一个在这里面作用 建筑的时候我们会加上一枚乌梅 好 我们来看二臣汤 它的一个副方 一个是倒痰汤 倒痰汤 从这名字中看出来 它对痰怎么样 要求的还比较多 说明它的力量还挺强的 倒痰汤吗 说明它的力量是什么 直接就把你这个痰给你去掉 说明它力量更强 因此我们看它的方子中 是在二臣汤的基础上 它不要乌梅了 它加上谁了 加上天南星和止食 这两个药物是干嘛的 天南星是造势化痰的一个药物 那么止食迫气消机的 对气的这种行气的作用 会比我们的橘红还要强烈 好 因为加上一个天南星 它可以帮助半夏的造势化痰 所以它化湿痰的力量 是强了还是弱了 那肯定是强了 两个造势化痰肯定比一个要强 所以它对于痰湿矫肾的患者 比较好 同时加上止食 止食被称为迫气消机的 陈皮还叫里气呢 菊红还叫里气呢 里气化痣 那么止食这种迫气消机 说明它对行气的这个功效又加强了 用于痰阻气质了 你看 气都治这儿了 不动会了 所以我们用止食的迫气消机 因此它用于治疗 完痰交固的痰觉悬晕 特别好 就是说它对痰怎么样 它起来倒痰 它的力量很强 说明这个痰本身就特别不容易卡出来 所以它这个痰是治疗完痰交固 很不好卡出来 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二臣汤还是那种痴痰 还是比较容易卡出来 而这个倒痰汤是用于痰特别不好卡 完痰交固的这种痰 我们就用倒痰汤 因为里面加上了天南星 加上了止食 一方面加重了它的造势化痰的功效 另一方面加重它了一个形气化痣 它是迫气消机的止食 好 那么我们再看它的第二个 迪痰汤 迪痰汤是在倒痰汤的基础上 加上的这几个药 昌普 开窍的 逐乳 轻热除烦的 人参 补气的 所以你看它加上这三个药 那一定是有这三个功效在里头 因此迪痰汤 在我们话痰去痰的时候 它叫迪痰 迪痰的时候它怎么样啊 开窍 昌普不就是一个去吃又开窍的药物吗 所以它多了一个开窍 因此你会发现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啊 窍壁神昏这种 是中风类型的一个疾病 怎么样 它谈眉心窍了 那么 所以我们就用于这种谈眉心窍的中风 表现出来这种 舌强不能严 已经迷了心窍了 因此它才会有这种开窍药 又能造尸 又能够开窍的 昌普 那么逐乳是清热除烦的 同时还可以立小便 那么我们加上人参 人参是一个补气的非常好的药物 可以抑气扶症 中风之后 气不足 我们用它抑气扶症 这么一个功效的方子 底毯汤 出现了这种痰迷心窍 舌强不能严 我们采用底毯汤 因为它里面有开窍的药物 有扶症的药物 还有清热除烦 立小便的药物 接下来这个药物叫做温胆汤 那么一说叫温胆汤 温胆汤 说明胆有问题了 那么胆胃不合 这是一个胆胃不合 痰热内扰症 那我们要给它清胆合胃 礼器化痰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 有痰写的嘛 而且是 这是造尸化痰剂 所以我们要给它 要化痰 还要给它怎么样啊 造尸 它这里面就有半下 有竹乳 竹乳是清热的 那么纸食 刚才我们说过了 它是一个迫气的药物 那么符灵 也是肾湿又健脾的 臣皮造尸化痰 还可以理气 加上甘草的一个调和药性 那么它是用于胆胃不合 痰热内扰 那么出现的是什么 胆气一经 虚凡不眠 呕吐呃腻 这种情况 有热香 所以这个名字呀 大家不要被它干扰 温胆汤 温胆汤 你会觉得好像 这个药性是温的药物 然后是打寒 好像是这种感觉 但实际上它不是 它是有热香的 这个温胆汤是有热香 它的名字和它的这个病症啊 并不能够做一个匹配 它是 还是有热香的 我们用温胆汤 我们来看它里面的药物 并不都是温性的 有清热的 有造湿的 造湿化痰的 这一类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组方原理 那么是弹热内扰 胆味不合 那么弹热内扰 有痰 我们就给它化痰 化痰药物 经常加上理气药物 气顺则弹消嘛 所以我们是理气化痰 既然胆味不合 我们就要清胆和合胃 为什么要清胆呀 而不是叫温胆呀 因为它是有热香的 所以叫清胆和味 所以你在记这个方子的时候 你不如把它这个温胆汤的名字 改成清胆汤 这样你就不会受到干扰了 因为它是一个清胆的 要去热的 好 我们这是自己记忆的一个小窍门 我们来看它的军药 军药叫做半夏 半夏刚才讲过了 它可以造势化痰 它可以降腻和味 它可以缓解这种痰邪 同时可以治疗这种恶性殴徒 因为往下走嘛 那么 尘药是谁呀 尘药是竹如 竹如又很好的一个 清热化痰 又热香嘛 同时出繁止欧 那么指食 破气消肌 化痰出痞 这么一个作用 尘痞 尘痞在理气和味 有造势化痰 它可以帮助我们半夏呀 半夏不是造势化痰吗 我们尘痞也是造势化痰 同时 它是有理气的作用 跟指食一样 指食是破气 只不过比尘痞力量强 气顺则弹消 共同来治疗这些痰 那么最后用浮灵 浮灵是贱痞的 贱痞以杜绝生痰之源 贱痞审失杜绝生痰之源 所以你看它整个方子的组成 是不外乎是干嘛呢 造势化痰 礼气 清热 荷味 江泥之欧 也就是这方面 这些方面 最后加上一个贱痞 杜绝生痰之源 那么我们来看它的 枝干草 调和猪药 那么在煎煮时候 我们加上生姜大枣 调和脾胃 生姜大枣的一个配物 就是调和脾胃 一般都是调和脾胃 这么一个作用 好 我们看温胆汤的一个副方 首先是黄莲温胆汤 那么在温胆汤的基础上 加上一味黄莲 黄莲这个药 在单位药中是怎么说的 清热造湿 泄火解毒 它是一个苦寒药性的一个药物 所以它的泄热力量 一定会很强 在温胆汤的基础上 加上黄莲 它的吸热力量会更强 因为温胆汤 是治疗 痰热内扰 对吧 那么加上一味黄莲 它的治疗热血的 就更强了 所以它用于 痰热内扰 谁加生了 热血加脚肾者 因为加了黄莲 黄莲的去热效果好 那么十味温胆汤 它又是什么样子呢 十味温胆汤 它在温胆汤的基础上 把谁去掉了 把竹茹去掉了 竹茹是清热化痰的 去掉竹茹 你看它加谁了 加人参 加熟地 五味子 酸枣仁和远治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几个药物又是干嘛的 人参是补气的 熟地是补血的 五味子 脸因的同时 还可以宁心安神 对吧 那么酸枣仁和远治 这是干嘛的 安心神的 那么也就是说 它在温胆汤的基础上 它加上益气养血 又加上养心安神的药物 那么因此 它这个疾病应该什么呀 它有痰灼内饶 同时它应该伴有 一气养血的药物 干嘛呀 伴有气血不足 因为气血不足了 它会表现出来什么呀 在我们中间讲 气血不足的患者 心胆虚切 就是它特别爱害怕 气血不足的患者 你稍微一碰它 不然你踩它背后 哗一拍它 它就很容易受惊 这就是它的一个 气血不足的表现 心胆虚切 神志不宁 所以我们才给它 加上酸道仁啊 远治这种 宁心安神的 包括五味子 也有宁心安神的作用 哎 养心安神 好 我们接着来看 温胆汤与 薅勤青胆汤 它们俩之间的区别 那么 它们两个呀 都可以治疗 痰热内饶 胆胃失和 痰热内饶 胆胃失和 但是 我们的温胆汤 它种在什么 造湿化痰 它清热力量相对少一些 你看 我们温胆汤里面 我们有半夏造湿化痰 有陈皮造湿化痰 它的这个 种在造湿化痰 但是它的 去热的只有一个 叫竹乳 竹乳一个清热化痰 所以它是种在干嘛呀 造湿化痰 但是它的 清热力量 并不是很大 因此 这样的患者 它是什么呀 虽然有弹热内饶 但是呢 它的热效应该不是很明显 那么 薅琴清淡汤 就不一样了 你首先看这几个 药名 薅是清薅 琴是黄琴 有清薅 有黄琴的同时 它还加上滑石和清带 清薅是退去热的 黄琴也是去热的 滑石有清热解暑的作用 对吧 那么 清带也是一个 就有清热解毒作用的药物 因此 薅琴清淡汤 它的清热力量 就比我们温淡汤的 清热力量要强很多 同时可以透鞋 容易治疗 少阳 胆热 较剿 兼有 湿热 弹灼者 这就是它俩区分 一个 偏于 草食化痰 是谁呀 温淡汤 但是它的清热力量 小一些 一个呢 是清热力量非常强 同时伴有这种 透鞋的作用 是我们的 薅琴清淡汤 好 刚才我们讲完了 造势化痰机 接下来我们来看 清热化痰机 清热化痰机的 第一个方子叫做 清气化痰丸 出自于一方考 那么 我们来看 清气化痰 说明它有什么 清不就是清热吗 清热化痰 加上气是什么呀 礼气 所以我们从它的 名字中 可以推出它的功效 清就是清热 化痰 找钞 气是怎么样 气是礼的 气不叫清 清是清的是热 气呢 是要礼气 清气化痰丸 是清热化痰 礼气 同时加上一个止咳 它用于热咳 热痰的咳嗽 有热 咳嗽怎么样 弹簧 而且这个痰怎么样 粘稠 难卡 好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方歌 清气化痰 胆心和楼 是刮楼 黄情半下 姜真浮 只是陈皮 浮灵性 专治 肺热 何谈愁 何谈 年愁 难卡 祖方原理 这个症呢 是由于谈热 蓄积于肺部 有谈热 首先你要明确 它是有谈热的 所以要怎么样 清热化痰 礼气 止咳 我们说了很多 去痰 就要怎么样 气顺子 所以要加里气的药 那么 菌药是胆难心 胆难心 这个寒性很强的 所以它是清热化痰 清热化痰 一定要把胆难心的功效记住 它是在天难心的基础上 用胆汁进行炮制 所以它的苦寒性 就会比天难心会更强 它的清热化痰力量很强 被称为清热化痰 菌药是胆难心 这个经常会考 大家要注意 清气化痰完的菌药 它的作用 清热化痰 那么 臣要是瓜楼仁 瓜楼仁 它在清热化痰的同时 清肺热化痰 入肺经的 那么同时 它还有力气宽凶的 这么一个作用 黄禽 黄禽也是入肺经的 黄禽不是知道上焦的吗 上焦的是热 它上焦里面就肺 所以黄禽是清肺热的 那么 半夏 半夏 它有化痰的作用 它可以降逆止欧 那么 左药是纸实 纸实是行气削痰 臣皮是礼气 浮灵是贱痰 肾痴 杏仁是降气 所以你看 它的左药 一般都是在礼气这一块 贱痰这一块 视为左药 而我们的军药和尘药 是干嘛的 直接针对它的这种热痰 来的 你看 军药是清热的 尘药也是清热化痰 这一块 左药是针对它的礼气 贱痞 贱痞 以杜绝生残之源 好 我们看它的使药 以生姜汁为完 生姜汁 生姜 杀半夏之毒 同时增强 它一个去痰 降逆之效 半夏也可以指欧 忙忙下走 好 我们来看 清热化痰记的第二个方子 小献胸汤 这出自于山寒论 山寒论的方子 一般的它的组成都比较小 平均起来 每个方子不到五个药 所以你看 小献胸汤就三个 黄莲 半夏和瓜龙 给大家一个口诀 叫做半黄瓜 半就是半夏 黄 黄莲 瓜 瓜楼 半黄瓜 好 这是它的药物组成 它用于什么呢 弹热护结的 结胸症 护结的结胸症 怎么胸 胸臂了 所以 胸完痞闷 暗脂则痛 可谈黄愁 这个 有热 而且还有胸臂 那么 既然有胸臂了 我们就应该得它 怎么样 宽胸 散结 所以它这里面用了 像瓜楼这个药物 瓜楼 在清热化痰的基础上 它有宽胸 利器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非常好的治疗 这种胸臂症 那么 同时半夏呢 干嘛呀 造湿化的同时 它还可以干嘛 削痞散结 那么胸中都闭嘴掉了 有结 所以我们用半夏的 削痞散结 同时半夏还可以 怎么造湿化它 黄莲 黄莲是清热 非常好的一个药物 因此 我们来看它的 祖方原理 伤寒表症 误下 伤寒表症误下 导致这种斜热内线 痰热互结的 小结胸 小结胸症 我们用小线胸膛 结胸了吗 痰热结于心下 那么成了小结胸症 我们就用小线胸汤来治 所以这个 小线胸汤它的一个主治 是经常会考的 痰热结于心下 而成了小结胸症 要记住 那么它的军药是瓜楼 因为瓜楼一方面 它可以清热化痰 它不是有痰热吗 对吧 所以我们用它的 清热化痰的功效 另外 它结于胸部 瓜楼 有力气宽胸的作用 所以军药肯定是瓜楼 因为瓜楼 针对它的这个病因 同时针对它的这个病位 都可以起到 很好的治疗作用 因此 瓜楼是它的军药 那么尘药是谁 黄莲 黄莲 是有很好的 卸热降火的一个作用 取它的一个去热的效果 斜热内馅了 用黄莲 卸热降火 左药是半夏 半夏能干嘛 能够化痰 同时能够 削皮散结 往下走 降腻 所以左药是半夏 半夏与黄莲的一个相物 心开苦降 这是经常会考的 半夏和黄莲 为什么用半夏黄莲呢 半夏是腥味 黄莲是苦味 它的这种配舞意义是什么 心开苦降 清热化痰 开玉 有散结 心味药是 是那个 散结的 往外散的 这么一个 作用特点 心开苦降 清热化痰 开玉散结 那么我们来看它的常用的加减 弹阻气质 弹阻气质 有气质了 就会表现出什么 胸腕的胀闷 那像这样的患者 我们用什么呀 既然有气质 我们就应该加 多加一些行气的药物 谁能行气 只是破气吧 它对于气质的患者会更好吧 它的力量更强 它都不叫里气 它叫破气 玉莲也可以行气 柴虎 疏干气 所以我们就加上这种 疏干行气的药物 那么如果说它的热 弹热矫盛 它出现了这种弹簧粘稠 也就是热血矫盛 热弹 我们应该增加它一个什么呀 清热化痰的作用 用胆男星 我们刚才说了 天男星就有化痰作用 加上胆汁 胆汁泡制出来的这种天男星 它怎么样啊 它的清热力量会更强 清热化痰力量更强 所以我们加上是胆男星 哲贝母 哲贝母有很好的一个清热化痰 同时还有散结的作用 所以我们用这种化痰的 加强化痰的一个药物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方子 叫做猛食滚弹丸 猛食滚弹丸 这个名字中就告诉你 它有谁啊 有猛食 有的方子中呢 就是有的书中 它不叫猛食滚弹丸 它直接叫滚弹丸 其实你要知道 猛食滚弹丸也好 还是叫滚弹丸也好 就是它 都是一样的啊 有的版本 就把这个猛食去掉 直接叫滚弹丸 也是指的猛食滚弹丸 两个名字 其实是一个方子 那么名字中告诉你 有猛食了 我们至少知道 它组成中有猛食 那么同时 在这个猛食滚弹丸中 还有一位样 叫做大黄 哎 这个我们说 这个化痰的方子中 为什么要加大黄呢 因为增加 大黄是干嘛的 蟹下的 增加它一个蟹下的作用 黄禽 清肺热的 是吧 走上胶 清肺热效果很好 沉香 沉香有什么特点啊 下沉的 下沉的 往下走的一个药物 往下走一个降溺的 哎 那么我们一共就这个 猛食滚弹丸 一共四味药 大家要把它记住 这个经常会考它的组成 分别是 大黄 黄禽 猛食和陈香 给大家一个方歌 猛食滚弹丸是主坛方 它是去了什么呢 石热老坛的 是一个主坛方 猛食黄禽 集大黄 少佐陈香 围阴岛 刚才说了 它是下沉到慎的 围阴岛 它是怎么样 让这个弹往下走 配合上了大黄了吧 大黄是不是也是 往下走的呀 石热丸弹 一扫光 这个弹更厉害了 石热丸弹 哎 时间又长 这种 老弹 让丸弹特别不容易出来 所以我们会加上这种猛食 下气坠弹的 猛食也是一个往下走的 它一个石头嘛 哎 我们就用这种 强烈的往下 给它往下打 这个弹 石热老弹 这种情况 它会伴随着什么呀 伴随着 患着什么症状 癫狂 经济 正中昏迷 或者不昧 或者是 昧这种怪梦 怪梦连连 或者表现出什么 骨节的促痛 难以名状 骨关节疼 但是这种疼还说不清楚 反正就是很疼 这就是石热老弹 所以我们就用猛食滚弹丸 把它怎么样 打下去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 足方原理 这个石热老弹 久积不去 变生猪积 所以你看它又 精神上的 这种变化 还有什么 我们对我们 关节上的一些疼痛的变化 所以它变生猪积 所以我们说 白病皆由弹作罪 有这个弹 也挺麻烦的 既可以影响到 我们的睡眠 影响到我们精神状态 还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才会 对这种玩弹老弹 要干嘛 用猛烈的方式 把它打下去 所以猛食滚弹丸 是一个往下走的 猛食下气坠弹 震惊又瓶肝 所以你看它 这种怪梦连连 我们就用干嘛呀 用猛食这个震惊瓶肝 不让它 整天这么怪梦连连 这种精神上的这种 经济啊 郑重啊 缓解它的这些症状 好 那么 它的这个治法 它的功效 就是降火猪弹 降火猪弹 一定要知道 猛食滚弹丸 是降火的 同时 往下打这个弹 降火猪弹 你看 这个降 不就是有一个 下降的意思吗 所以这个功效 要回啊 也会经常考 军药是猛食 往下走 下气坠弹 同时震惊品干 缓解它的这种 经济郑重 怪梦连连 大黄 大黄是干嘛的 我们在单位药中 说它是一个 卸下的药物 而且它是 卸下 卸下攻击的 因此它也是 往下打痰的 而且力量很强 尘药 开痰火 下行之路 你这个痰 老整天的影响着 我们的神经啊 导致这种 郑重啊 怪梦连连啊 或者说我们的这种 身体的 这很多的不适啊 那我们怎么把它 这个老痰 打下去啊 我们就给它 开条路 省得你影响我 用大黄 把这个痰 往下走 打下去 那么 有了猛食 有了大黄 打底了 我们再给它 配上一些 帮忙的药物 黄芹 黄芹是干嘛的 清热泄火 很好的一个药物 用黄芹 再加上沉香 沉香是一个 行进药物 而且沉香有开育 而且沉香 它也是往下走的 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 把这个痰 降火 竹痰 往下打下去 好 这就是四个药物 我们要记住 这个蒙食鬼 它完那个组成 包括它每一个药 它的在这里面 起到作用 大家也要理解 接下来是给大家讲的是 润造化痰剂 润造化痰剂的是 贝母刮楼散 出自于医学新语 贝母 刮楼 天花 天花粉 茯苓 橘红和结梗 就这五个药物 好 我们给大家一番歌 贝母刮楼 花粉盐 橘红结梗 扶灵天 嗆壳烟干 痰难卡 清肺化痰 病自全 它是一个清肺化痰的 它是润造化痰剂的 说明它里面要怎么样 要给它滋阴一下 润造吗 造邪吗 我们叫滋阴 谁能滋阴啊 天花粉 它有生经止渴的作用 同时它可以清肺化痰 我们看它的功效是 清肺化痰 痰鞋要理气 那么毕竟是造邪 所以我们要给它 清一下它的热 热 造邪也是一种阳性的 这种病邪嘛 要清热 那么造热 造痰咳嗽 造痰咳嗽表现出来的 就是痰嗽 咳嗽不爽 尖色这种色而难出 这是一个造邪的 这种痰邪的一个主要表现 就是痰比较少 而且特别不好 咳嗽出来 好我们来看 造热伤肺 既然有造 一定会伤到阴经 是灼精生痰 我们的菌药是贝母 贝母是润肺的 润肺止咳 同时清热化痰 瓜楼 清热化痰 宽凶散节 一个菌药 一个陈药 用左药天花粉 天花粉是清热化痰的 同时天花粉还可以生精 来治疗它 利用灼精嘛 你不是 就精液都灼伤吗 精液肯定受损了 我们用天花粉的生精功能 可以滋下阴 芙苓 健脾肾身身 健脾肾尸 菊虹 礼器 菊虹有很好的礼器药 礼器的作用 对吧 同时造痴化痰 接下来 用结构 宣肺 化痰止咳 所以你看 这个方子 都是 根据 都是作用到我们哪儿啊 作用到肺经 有清热的作用 因为有造血嘛 造热 伤肺嘛 所以它要清热 化痰 有健脾 加一定的礼器药物 再加上 生精药物 这是它的一个组方原理 好 我们来看 温化寒痰药 寒痰 那么 一共就三个 药物组成 三滋养青汤 三个药物 白戒子 苏子 和来福子 白戒子在单位药中 我们说它是 祸痰 礼器的 苏子 降气化痰的 来福子 是一个消食的 那么 我们用这个 三个药物的 三个功效 就组成了 我们这个 方子的一个功效 白戒子的 祸痰 也就是 我们的化痰作用 来福子的 消食 对着消食 苏子的是 降气化痰 降气 最后一个 平传 分别用三个药的 它们的作用 主要的作用 功效 来结合形成了 我们这个 方子的一个功效 因此 有痰 痰庸 有食 要消食吗 食至 为什么要降气 因为气逆 形成了什么呀 喘症 咳嗽 喘逆 有喘了 痰多 胸壁 所以我们要平喘 好 我们看它的一个 组方原理 痰食 庸至 有痰 有食 庸至 导致气机不畅 肺失宣 肃失宿降 肺失宿降了 所以它说什么 气机的 咳嗽 气喘 气腻 我们的药物 白戒子 温费 或谈 利器 在单位药物 在单位药中说它 温费或谈利器 那么苏子 降气化痰 同时 止渴频传 来父子 消失导致 下气 去谈 所以你看 这三个药物 同时都可以化痰 但是又各有偏重 白戒子的温费化痰 苏子的降气化痰 来父子的消失化痰 那么根据它的 痰用多一些 气腻多一些 还是食质多一些 根据它的不同 我们来着定 谁视为军药 谁的用量大一些 好 三滋养青汤 是哪三子 大家一定要知道 白戒子 苏子 和来父子 选择的时候 它随便给你换一个 你要能够分析出来 哪个不是 它可能会问你 下列属于 三滋养青汤中的 药物组成的是哪一个 你要能选择它 它是白戒子 苏子 和来父子 这三个中的 其中一个才是正确答案 好 我们来看 智风化痰剂 这是我们去谈记的 最后一节 智风化痰 用于像 纸瘦散 出自于医学新语 那么我们给大家 一个方歌 纸瘦散 纸瘦散里面有 结梗啊 有干草 结干钱 子愿精尘百步炎 纸瘦化痰 兼透表 有了透表了 风邪 风邪 反备的一个 可走消 所以它是 智风化痰 所以它才要透表 有风邪 有风邪的 你看我们这个 经济 是不是我们去风 那个解表药中 是一个去风 很好的药物啊 有去风 有透表 这么一个功效 我们看 它用的是 它的功效 纸壳化痰 同时 书表 宣废 用于风邪 泛费的 咳嗽 咳嗽 咽氧 风邪 唯有物风 有风邪 咳嗽 咳嗽不爽 我们来看 外感风邪 废诗宣将 精明为谈 这是它的一个正形 有外感风邪了 有废诗宣将了 精业 凝结在一起 成为的这种谈 因此我们的君耀 要干嘛呀 要给它化痰 用子愿摆布 清肺之壳化痰 陈耀是用谁呀 依然是化痰 降气 结梗的宣肺止壳 白浅的降气化痰 左药用到了去风脊 是经界 这个是他经常会考的 他问你 我们的这个 止寿散 它的左药是谁 你要能选出来 有经界 经界是书风散血的 同时还有陈皮 陈皮是离气 有化痰 最后 使药是甘草 甘草的调和药性 不要忘了 经界在这里面是干嘛的 散风邪的 它是外感风邪导致的这种 外感风邪 废诗宣将 精宁称谈 所以这个经界是经常会考 大家要知道 是左药 那么 智风化痰记的第二个方子 是 半夏 白竹 天麻汤 出自于 医学新语 名字中告诉你三个药了 有半夏 有白竹 有天麻 那么你再加上一个茯苓 橘红和甘草 就是它的药物组成 半夏是干嘛的 造势化痰的 白竹是干嘛的 剑皮去尸的 天麻是干嘛的 西风止尽的 所以你看 这三个药物它的功效组成 就是形成了我们这个方子的功效 用半夏的 话痰的功效 天麻的 西风的功效 白竹的 剑皮的功效 剑皮去尸 就形成了我们这个方子的功效 用于什么呢 还是风痰 风痰上饶 有天麻吗 天麻是 瓶干西风的 对吧 风痰上饶 上饶 上饶上到哪了 头部 所以会 患者表现出来 悬晕 头痛 胸胳皮麻 悬晕头痛 是它一个典型的 风痰上饶 好 我们来看它的祖方原理 半夏白竹天麻汤 它的正形是什么呀 有诗血 诗谈内圣 同时半有什么 干风夹谈 上饶清翘所致 干风夹谈 上饶清翘所致 质疑话谈西风 剑皮去尸 我们来看它的军药 半夏 天麻为君 半夏天麻为君 半夏的造诗化谈 天麻的 平干西风 因为它的正形是什么呀 有诗谈 有干风 有诗 有干风 所以我们的军药 就给它一个是去诗化谈 一个是平干西风 风邪也可以导致 风邪也可以导致这种 弹性的疾病 也可以形成弹 所以一个是诗血的谈 一个是风邪的谈 我们用半夏和天麻为君 二者 治疗风痰 悬晕 头痛 视为治疗风痰 悬晕 头痛的一个很好的 药药 这种配合 半夏 陪天麻 尘药是白竹 白竹是剑皮 剑皮造尸 它可以杜绝 生痰之源 浮灵 浮灵也是剑皮绳尸的 这俩共同杜绝 生痰之源 都是剑皮 都可以造尸 那么左药是橘虹 我们说化谈药 加上锂气的 气顺子弹销 橘虹就是一个锂气化谈的 最后用干草调和药性 煎煮的时候 加上焦枣 干嘛的 生姜和大枣 不止一次说过了 调和脾胃 好 接下来我们看 去痰记的练习题 那么这道题说的是 蒙石滚痰丸的一个组成 它的药物中 错误的是哪一个 那么我们想想 蒙石滚痰丸 它一共有四个药物 我们是怎么说它的 我们说蒙石滚痰丸 是一个主痰房 那么它是治疗 湿丸痰老痰的 这么一个房子 对吧 那它里面有 有蒙石 有黄禽 及大黄 少佐的沉香 为阴导 用于 丸痰老痰 一扫关 那么 这是黄禽 里面是 蒙石大黄 及黄禽 少佐沉香 为阴导 所以它是 是黄禽 而不是黄连 因为黄禽 是入的哪个经啊 痰 它是入的是肺经 清肺化谈 那么黄连 它更多的是 入的是什么 心经和脾胃经 它是干嘛的呀 去脾胃的这种失血 效果好一些 所以我们这道题 正确答案应该是 黄禽 沉香 大黄 蒙石 这是蒙石滚痰丸的一个正确的组成 而黄连不是 黄禽就更不是了 黄禽是干嘛的 是血肾和膀胱 效果会好一些 因此我们这要提的 这个错误的药物 应该是黄连 好 到现在为止 去谈记给大家讲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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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